好 換各位做練習 常溫常壓下三公斤的氫跟一公升的氯會產生多少的氯化氫 這個體積比就是墨爾素比 當作它是墨爾就好了 當作它是墨爾 三墨爾跟一墨爾產生幾墨爾 自動把墨爾變成公升 再來 氫加氯會變成氯化氫 氫也告訴你 氯也告訴你 所以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你要看看有沒有誰過剩 誰用完 誰過剩 然後你在比來比去的時候是用那個用掉的為準 是以那個用完的為準 有過剩的不能用 有過剩的不能用 停車站接問 我們找一個 23號怎麼這樣 23 5號7號 23號 上來 15號不在 15號不在 來換一個可愛小女生叫做 有沒有小女生 有 1號 1號 上來 小心我的線 小心我的線 不斷的 不斷的商老師的心 不斷的商老師的心 多在何鞋嘲啊 多在何鞋啊 可以 我這時候這樣很好聽 在女人唱之間 我這時候也不要唱了 無論就唱起来 怎麼會變成 好了好了 可以了 然後1比1 你沒有寫方程式啊 3加1越來越4 好好笑的算法 好 回家 有一個 你用一個非常神奇的算法 為什麼可以3加1啊 因為一個三公升一個一公升 所以合起來就會有四公升 如果 如果世界上的題目都可以這麼簡單 就好了 答案叫做 看他沒有 來 這邊我就沒有做兩次給你看 要也可以 不過這本來就是末爾比較好做 因為公升跟末爾一是一樣 所以換成質量反而更麻煩 直接用公升比較快 或說應該直接用末爾比較快 來 有時候講過了 體積比就是末爾數比 所以三公升就當作三末 當然實際上不是 但是我們就三公升就當作三末 好 第一個寫方程式 輕加上綠變成綠化氫 OK 第二個呢 以致跟索球換成末 三公升就叫三末 一公升就叫做一末 X公升就叫做X末 好 第三步 破數比就是金門 細數比 就是講過了 但你要挑誰啊 你要挑那個以之比索球對不對 那以之有兩個啊 那你要挑哪一個 就是老師說要怎麼樣 檢查嘛 看看有沒有誰 破量 破量 那我怎麼檢查呢 我這樣檢查嘛 這一個配一個對不對 我現在多少 三個一個 一個青配一個綠 那三個青配幾個綠 三個綠嘛 一個綠配一個青 那一個綠配一個青 我要三 我有三個青 我要一個青還怎樣 剩兩個 我有一個綠 需要三個綠還差兩個 所以是負的 負的什麼意思 用完 正的什麼意思 過剩 零什麼意思 剛好用完 那所以要以誰為 所以我們的青過剩 所以要以誰為準 我們要以綠為準嘛 所以要把綠拿出來比 好 所以 末數比就是細數比 我就把綠的細數跟綠外細數拿出來比 1比2 剛剛不是有末嗎 把它塞進去 然後呢 就要做兩末 那兩末就是兩公升的意思嘛 兩末就是兩公升的意思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擇的就是 C 這就是我們的做法 跟前面的立體一樣 重點就是 A加B變成C加珠 題目給我A也給我B 你要注意什麼事情 C 有沒有人 過剩 有沒有誰才是用完的 你在算的時候是以用完的為準 就是 我們的 練習08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請謝謝課堂練習